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深的就是我爱罗和小李的战斗 当时小李最称是除了宁斯外最强下人 而我爱罗更是比佐助还要高了 所以两人的战斗也备受期待 小李的体术对抗我爱罗的沙子 开启势力的小李 在开启八门盾甲后 把我爱罗虐得相当惨 但是最终还是不敌我爱罗被捏断了一条腿 这种级别的战斗感觉已经超越了下人的水平 第二场 又VS佐助 在火影前期 很大一部分剧情 是围绕着已知国家族的仇恨展开的 佐助为了复仇不惜投靠大蛇丸 只为获得力量 所以在佐助找用复仇时 对何映明来说是最期待的一场战斗 这场战斗也没让人失望 尽管佑神不停地放水 但战斗场面却十分紧张刺激 各种以前很少见的人术和神器 纷纷现身 当看到佑神的用虚左脑呼 对抗八级大蛇时 真的让人感觉脑洞大开 第三场 佩恩 vs 名人 这一段战斗被奉为经典中的经典 在佩恩毁灭幕役后 名人练成仙人模式后登场 仙人模式名人大战佩恩六道 紧接着 名人尾兽化 碾压天道 整个战斗场面看得人热血沸腾 可以说这一段是火影中最经典的战斗了 以至于后来很多网友感叹 佩恩之后无火影 第四场 小南 vs 戴图 在长门死后 戴图想要回收轮回眼 小南为了阻止戴图进行准备了 运用千亿张礼宝服务 两人都是小组队的高手 他们的战斗也是十分精彩 可惜小南因为情报不足 不知道戴图一线大旗的厉害 还是死在了戴图手中 也是相当可惜 第五场 阿凯 vs 班 在火影后期的战斗中基本都是神性打架 战斗力崩坏少了很多热血的感觉 但是有一场却至今让火影迷们饥饥乐道 那就是阿凯疯狂之战 在紧急看火影时 老觉得阿凯的实力 也就和卡卡西 阿斯玛等一个水平 但是在后期 所有人者被六道班拧压时 阿凯把门盾甲死门一开 差点一脚踢死六道班 这一战瞬间让人觉得 阿凯比卡卡西高了好几个档次 同时在这一瞬间 阿凯的战斗力要高出五元几十倍 这一战让人觉得 比打灰热还要紧张刺激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本期互动话题 请说出你选中人物最经典的一战 手机截图或按下载名键 选中图片告诉我们你的答案吧